騎機車到加油站 員工卻拿抹布狂擦加油口 它是不會溢出來的 重點是為什麼要硬加 你沒有硬加 你145了 你還在硬加到150 疑似是不滿員工 為了湊整數硬要加油 機車起勢怒氣沖沖 不好意思 我們的梳思啊 對不對 有啊就下去了 它不會溢出來 重點不是你們的梳思 重點是你們員工 訓練沒有訓練好吧 拼命道歉 其他員工也來幫忙 騎士還是超怒 拍下過程PO到社群平台 說會不會加油 不會加油就不要當加油員工 只是影片中 員工擦的位置都在有恐周遭 似乎沒勝出來 滴到包包或踏板 真的需要發這麼大脾氣嗎 它跳平之後 它會分99 98 然後它再多多按幾下 讓它變100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點 滿出來 就你看得到油 但不會滿出來 加油站員工幫忙湊整數 幾乎已經是默認動作 顧客大多不會在意 就怕是不小心失手 加油加到滿出來 有些愛車的騎士會很在意 容易低的滿車都是 還可能導致汽油腐蝕車殼 油錢也浪費 如果漏油太大量 導致下面如果是點火系統的話 可能會引起火燒車 因為那個有燃燒嘛 所以會可能會掉漆 或者是塑膠類的話會氧化 市面上機車白白種 構造也不大相同 有些車加油孔有擋板不容易溢出 有些卻沒有全靠加油站員工的手感 其實如果擔心車子損傷 也能選擇自助加油 自己操作最不會有爭議